的確喔 還有讓大家非常緊張的是 在全球地緣政治都非常緊繃的態勢之下呢 基本上大家開始進行所謂的軍備競賽 但是我們今天要帶您特別來關心到的 就是核武方面的軍事競賽 我們從斯達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年間 當中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到底現在全球總共有幾枚的核彈頭呢 答案是12121枚 這個數字跟往年相比是減少的 但是同樣特別注意到的是 現在在戰備狀態的核武 其實數量是年年增加 我們先來看到其實根據資料顯示 全球到底有哪幾個國家擁有核武核彈頭呢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美國 俄羅斯 英國 法國 中國大陸 以及印度 巴基斯坦 北韓 以色列等等 都是被斯德哥摩研究所認定說 有這個核武的國家 但是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現在進入到戰備的核武的數量 是年年增加的 包括總共有9,585枚 是可能投入使用軍事儲備當中 當中有3,900多枚 接近4,000枚的數量呢 是裝備在飛機跟軍機上面 另外呢在2,100枚部電 也是處於一個高度備戰的狀況 所以從這個數據上要告訴大家的是 的確現在大家很擔心說會不會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是什麼核武大戰一觸即發的狀況 目前呢各個專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的確喔是相當緊繃的態勢 我們再來看到包括全球目前的狀況 基本上喔包括是俄羅斯跟美國都有5,000多枚 所以他們數量加起來在全球的比重來說的話 光是這兩個國家就佔了9成之多 另外其實也說是快速增長的國家 也是特別讓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非常關心的 當然就是中國大陸了 根據數據來看總共有500枚的核彈頭 這數字跟去年相比又再增加了90枚 它的快速擴張的速度是全球第一 而且呢也被證明說它是快速的拓展 它在核武戰備方面的實力 這也是第一次他們把核彈頭 納入了經常的戰備當中 而且第一次在和平時期就部署在飛彈上面 預計呢在2030年它的軍事實力還會大幅的上升 洲際彈道飛彈的數量呢是趕上美國跟俄羅斯 另外呢是在北韓的部分手上有50枚 但是它包括相關的原料的部分 其實還是可以組裝將近90枚左右 所以說現在很多人都認為說 這是人類史上最危險的時刻之一 因為現在是個戰備競賽的狀況 是不斷的向上螺旋式上升 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包括政治上的敵對 還有經濟上的不平等 生態上的破壞以及軍備競爭 都讓這種失衡的狀況 把人類推往越來越極端的方向走 另外呢其實大家也會希望台海之間喔 不要這麼極端 尤其總統呢在16號的時候 在黃埔的百年校慶上致詞說了這一段話 他說不能接受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但沒有想到這句話引發爭議 因為所謂的首戰及中戰這樣的說法 是從中國大陸解放軍而來 所以當然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已被馬半批評 對此呢國防部長顧立雄也說話了 他說從來都沒有求戰 目標是要逐步的來削弱中國大陸清台的規劃 更不能夠接受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總統這句話引發馬前總統辦公室出面抨擊 人民需要的是避免戰爭的總統 不是引戰總統 顧義雄幫澄清 只是不滿賴清德言論的 還有國民黨立委翁曉玲 對於賴清德前一天重申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翁曉玲頒憲法點名賴清德說錯了 本席以為賴清德總統 他才是中華民國的賣國賊 賴清德總統說 中華民國的前途是有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 不要忘記我們現在2300萬人共同決定 中華民國領土是在哪裡 我們有經過憲法公投嗎 翁曉玲更質疑 顧力雄怎麼不反攻大陸 面對兩岸情勢緊張 英國金融時報15號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2023年4月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曾對到訪北京的歐盟執委會主席 范德賴恩表示美國試圖刺激他攻打台灣 但他不會上當 因為這將破壞許多成就 以及2049年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專家點名習近平釋出這說法 正是裴洛西訪台及菜邁會之後 那時候裴洛西回美之後 中共所發動的軍演有關 中共會希望把這一些軍演的一個行動 更加的吃出有名 專家分析不排除是北京有意把對台責任 歸咎於美方 也強化對台主權聲索 從司法輿論戰上意圖取得上風 TV新聞 洪富華 董俄俊 劉婷廷 台北 常伯道 最近消息我們要帶來掌握到的是 普京會最快在明天就會正式登場 因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呢 即將在他的新任期展開他第二次的出訪計畫 這一次他的出訪第一站就是選定在北韓 這一次他睽違24年再度踏上了平壤的土地 預計也在當中會跟金正恩兩個人 一起來討論軍事相關的布局 而且呢這個普七他的下一站 將會再前往越南 預計呢他這一次在北韓平壤待了兩天 就會轉到越南去 這是我們剛剛為您轉過的最新消息 不過相對俄羅斯動作頻頻來說 烏克蘭其實也是積極的在拉攏自己的盟友 尤其他們舉辦的和平峰會 現在最新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聯合公報 在這一次和平會當中的聯合公報 有一些共同的共識嗎 首先當中說不威脅或是動武或是侵犯領土完整 還有政治獨立 這是當中的一個對話 另外呢在俄乌戰爭的部分 俄羅斯也針對烏克蘭的戰爭 促進了停戰對話 這是他們的共同共識 但是呢90多個國家進入到裡頭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些聯合公報的內容 像是包括有78個國家還有4個歐盟機構簽署 但是當中也有人不簽的 像是印度還有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還有南非等等 他們本身都跟金磚國家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而且金磚國家當中也跟俄羅斯有非常密切的貿易往來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想像說 基本上在俄乌戰士這件事情上 還是有國家是不願意表態的 當中有一個國家表態了 但是呢讓烏克蘭非常難堪 是什麼就是中國大陸了 由於在這一次俄羅斯峰會 應該說和平峰會當中 俄羅斯大家國際上很希望看到透過這個峰會 讓俄羅斯感受到被孤立 但是這樣的效果是完全沒有 為什麼因為大陸也沒有派人參加 所以說也讓烏克蘭的企圖也是跟著消散了 但是呢澤倫斯基現在就說了 沒有說過中國大陸是敵人 也呼籲認真參與這樣子的烏戰和平提案 等於說澤倫斯基的態度又在放緩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早在幾個禮拜前他其實暗示 中國大陸在促進俄羅斯還有烏克蘭的戰爭 緩和或是停火的狀況 並沒有太過奴隸 所以現在你可以發現到 他的態度是有稍稍轉彎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雖然這一次 美國總統九百 是沒有到這個和平的峰會現場 但是副總統賀錦麗卻 泰替拜登在加碼援助烏克蘭 總共15億美元 但是這樣的作為 剛剛好就被川普逮到小便子 他怎麼說 他說澤倫斯基是史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他也強調說進入到百公之前 就要了結這個無底洞 按批應該說民視 澤倫斯基虛索無度之外 同時也再打了他的目前競爭對手一巴掌 當然現在雖然說在這一次的和平峰會當中 有11個國家不簽聯合公報 但是在中國大陸還有烏克蘭的角力當中 還有下半場 雖然說在這一次中國大陸 其實對烏克蘭來說 他們認為其實並沒有史上太多力量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的態度已經非常明顯 尤其有這個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 環球時報就說了 在這場和平峰會上面 其實是西方媒體打造的一個選邊站會議 收效盛違 所以說澤倫斯基想要拉攏中國大陸的意圖 還有辦法嗎 有辦法成功嗎 看起來結果已經非常明顯 強調烏克蘭領土必須保持完整 終結俄武戰爭才有得談 這是烏克蘭主導的和平峰會 多次強調的最重要條件 烏克蘭在15 16號廣邀90國在瑞士與會 會後有80國簽署公報 同意烏克蘭和俄羅斯談中戰條件 但絕對不能是烏克蘭割地患和平 歐盟炮紅普欽拋出了假談判真侵略 因為俄羅斯在峰會結束前夕 所提出的和平條件 就是要烏克蘭撤出四個烏東二戰支 並且宣布放棄加入北約 隨即就被烏克蘭拒絕 而且俄羅斯還是把錯推給烏克蘭 俄羅斯怪是烏克蘭不願談 那麼事實上俄羅斯和中國大陸 這一次都沒有出席和平峰會 俄羅斯繼續要求凍結戰爭 而斯文斯基則公開向習近平喊話 點名希望中國幫忙 但是大陸官媒之一的環球時報 就在峰會期間發表一篇社論 評論這場和平峰會 是西方媒體打造的選邊站會議 收效甚為 似乎也進階回應了大陸官方立場 TVBS新聞總和波動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